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Global AI Bootcamp的活动 我是微软Azure方向的MVP施琼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 利用Azure来助力Telor无人机应用的开发 今天我的讲座的内容呢 是可以分为下面七个部分 首先来跟大家简要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Telor无人机以及Azure云服务的一些介绍 然后呢是关于我们这个系统的框架 以及我们硬件和软件开发环境的搭建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Azure无人机它的控制的原理 然后呢我们来介绍如何把Azure相关的一些云服务 集成到我们这个无人机的应用里面 最后呢我们来通过一些demo来演示一下 特别是最近比较火的 通过这个ChatGPT来辅助无人机的这个人机交互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Telor无人机啊 Telor无人机呢是其实是大疆啊 它首个承载就是steam这个教育功能的产品 它本身是搭载了英特尔这个高性能的处理器啊 它的这个编程的话呢还可以使用Scratch Python Swift等等多种语言 我们可以对这个Telor来进行起降啊 抚养啊横滚啊 速度的控制啊翻滚等等 这些参数的控制 目前呢Telor分为两个版本 一个就是普通的Telor版本 还有一个是Telor EDU的版本 是面向这个教育场景的 那么目前来讲呢 由于它这个外形比较小巧 而且携带比较方便 而且性价比比较高 所以说呢 它是已经被广大的无人机的爱好者 作为编程控制的这个入门级的产品 好像我们待会实验里用到的Telor的话呢 它的售价是699 那么下面这个是Telor的它的技术参数啊 它的最大飞行距离呢 可以达到100米 然后飞行的时间可以续航 续航时间比较短 只有13分钟 然后呢 它的这个功能的话呢 还包括利用它底下的红外线来定高 然后气压剂来定高度 用LED指示灯来指示它的工作状态 还可以用WiFi来连接控制 它的图像的话呢 是720P的一个回传的一个图像 如果照片的话呢 拍摄照片是500万像素的 那么它是支持电子防抖的 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它的这个 传回来的图像啊 其实是防抖 经过防抖处理的 好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用到的Ager的云符的介绍 Ager的云的话呢 它其实面向的场景非常的多 那么有对于物联网的场景啊 就IoT的场景呢 目前它主要是分为三块啊 一块是终端这一块 还有一块是汇聚 数据汇聚这一块 就是Insights这一块 那么后面呢 还有一个就是展现和决策这一块 那么对于这个设备这一端呢 微软是推出了面向多种设备的 SDK 包括小到像STM32单片机这种 然后一般的话呢 它也有面向PC的 面向边缘设备的等等各种各样的 SDK 我们可以直接集成在我们现成的这个应用里面来使用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呢 它包括的知识的语言有比较多的 就是像CCUP的语言 Python的语言 Java的语言 对吧 然后面向的平台 比如说有安卓的 有iOS的 还有这个Windows的PC的等等 各种都会有 然后呢 在数据的汇聚这一段呢 我们一般在这个Azure上面会用IoT Hub 就是它的物联网的中心 来和我们的设备 以及Azure的云服务之间作为一个桥梁的作用 它一方面能够收集 所有的这个底下的设备传上来的数据 咬测的数据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这个用户的一些控制的云道端的这些消息呢 也可以通过IoT Hub下发 这样的话呢 就能起到一个双向的一个数据通信的作用 那么数据上来以后呢 我们在云端呢 可以来进行数据的存储啊 还有数据的留分析啊 形成这个BI的报表 能够实时的展现给用户 或者说呢 用户可以在Azure Machine Learning上呢 来进行一些这个机器学习啊 对我们上报的数据呢 来进行一个预测 这些都是我们Azure云服务的这个应用的这个场景啊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搭建的系统的一个框架 那我们这个框架呢 主要是包含了三个部分啊 一个部分呢就是 最左边呢就是这个端啊 Telor的无人机 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边缘设备 这个边缘设备呢 可以有多种类型 那么我们可以用一般的PTT机 就是来作为处理性能比较强的这个边缘设备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 我们后面会讲到的可以用树莓派 或者说像现在用的比较多的 NVIDIA的Jetison Nano这些 具有一定处理能力的边缘设备 来作为这个控制无人机 同时呢来处理无人机回传的一些图像 在本地进行分析以后呢 上传到云端 或者说我们可以把Telor无人机 拍摄到的一些这个实时回传的图像呢 把这些图像发送到云端来进行处理 然后呢再把云端返回的结果展现在本地 这也是一种方法 那么我们今天呢后面会讲到 就是说可以在我们这个边缘设备端 在与Telor无人机建立连接的情况下 利用Telor的提供的SDK 然后呢获取它的这些传感器的数据 然后呢去把它的图像啊视频啊 等等这些数据呢发送到Azure的云端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用户的APP端 通过Azure IoT Hub下发指令 远程的来对我们这个边缘设备啊 进行配置或者说对它的一些应用的一些这个状态进行控制 使得我们可以在边缘端通过WiFi连接来间接的来控制我们无人机的这个运行 这个是一个我们系统的整体的框架 好那么讲完框架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系统搭建的方案 那么我们之前讲过了 我们这个边缘设备呢其实有多种选择 那么一个总体的要求呢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无人机啊TEL无人机它是通过WiFi和我们的这个主控设备来通信的 所以说呢你的这个边缘设备必须具备双网卡的通信能力 怎么来说呢就是说一方面你必须要有无线网络 可以通过WiFi来连接我们的无人机 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可以通过无线网 或者说是通过有线网连入互联网 就是需要具备两个网卡 那么这种属性的这个设备呢其实挺多的 那么目前比较普及的就是说 就是我们经常大家用的这个个人的电脑PCG 一般的笔记本电脑可能现在一些消费的机型可能一般配网卡的比较少 为了轻便嘛但是一些阻力的开发机型可能还会是包含网口 如果是那种Surface等类的这种轻便的机型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那个USB USB网卡也可以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USB来接入以太网 然后用WiFi来连接太罗无人机 那么至于树莓派是目前教育行业或者在创客这些群体中间 用的比较多的这种卡片电脑 那么它目前的树莓派4本身也包含了WiFi和以太网的接口 所以说我们是完全能够充当这个边缘这个节点的角色的能力 Jetison Nano的话它除了有这个边缘计算节点能力之外 它本身还包含这个GPU 那么我们在后面的demo里面也可以看到 其实Nano的这个表现比树莓派的表现要好一些 当然跟PC设备比起来还是稍微差一些 这个就是我们硬件搭建的三种方案 那下面的话呢我们来开一下 对应不同的这三种的硬件搭建的环境 我们的软件的开发环境的搭建 第一种呢我们推荐就使用这个目前最新的树莓派4 他所推荐的这个树莓派自己的64位的系统 那么这个64位的系统呢 它的代号是Bose Isle 那么它的好处就在于 相对32位的系统来讲 它的运算速度啊等等这一块呢 它会强很多 特别是我们后面在用到 Python的OpenCV的这个处理的时候呢 无论是从安装方面还是从使用上 它都会比传统的32位的系统要好很多 那么这个是我搭建了这个环境的这个版本 Python用的是他默认的3.9.2 然后它的这个IDE呢用的是 也是树莓派自带的 Tony的这个系统4.0.1 然后OpenCV的版本是4.7.0的版本 第二种是Judson Nano 那么我是用了它JP461的这个版本 刷的系统 然后Python的版本也是它系统默认的3.6.9 然后Pyde呢是用的是VSCode OpenCV的话呢 它默认自带的那个版本比较低 所以我后来就搭建了一个4.7.0的 一个有Cuda支持的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呢 相对没有Cuda支持的版本来讲 它的这个OpenCV的这个运算处理速度要快很多 第三个方案对于PCG的版本呢 可以用Win10或者11的系统 然后加上这个Python3.7以上的版本 然后再加PyCharm PyCharm呢是可能大家目前也用的比较多的 来开发这个Python应用程序的一个IDE 然后后面也要用到OpenCV 当然如果我们要使用Azio云服务的话呢 最好还是需要有一个Azio的订阅 好那么讲完上面这些内容呢 我们来看一下无人机的控制原理 无人机呢其实我们形式也比较多样 有一些固定翼的无人机 那我们一般是用的四轴的 或者像他们专业级的还有六轴的 这些无人机 那以我们这个Tilo为例的话呢 它是一个四轴的无人机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有四个螺旋桨 那么我们给它编号啊 按照从这边右上角开始顺时针方向 给它编1234四个电机 四个电机的话呢 我们在控制这个无人机运动的时候呢 它电机的这个控制的推力啊 是有讲究的 比如说我们要让它上升的时候呢 那么就很明显需要把这四个电机的转速都增强 那么我们就可以增强它的推力 使得这个无人机能够整体的上升 那么下降的话 当然是要降低这四个电机的转速 从而使得这个无人机能够整体的下降 然后向前的话呢 我们是要把这个M2和M3增强 M1和M4减弱 这样的话呢 无人机能够沿着这个 它的这个前进的方向向前 当然这里还有其他向后 向左向右包括顺势针 逆势针 这些旋转的时候 我们需要对这个电机进行的控制 当然 这对于 对于我们 如果说你要需要从头开始搭建无人机的话 那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麻烦 因为我们还要去从底层构建它 那么我们玩Telo的好处就在于 大疆已经把这些东西都已经给你封装好了 我们只需要调用它的这个Python的 SDK 就可以就可以和无人机建立连接 然后呢去控制它做各种动作 包括就是前进后退左转右转上升下降等等 还可以做一些翻滚的一些动作 还可以把它的这个实时的视频流回传到我们的控制端等等 这些能力都可以通过它的Python SDK来实现 那么我们来用这个Python来实现它的控制的时候呢 一般是可以有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就是根据它的提供的SDK的这个文档 自己从头开始写这个UDP的这个通信 那么它其实主要就是通过局域网 它而且它还是固定的一个IP 就是建立UDP的通信 然后呢给它发控制指令 来控制它的这个动作 同时呢 还可以接收无人机回传的这个视频流 那么另外一种方法呢 就是因为这个大疆它对于这个TELO这个无人机呢 开源 做了开源 很多这个爱好者呢 都会把自己对于Python的这个编程来进行这个封装 使得更有助于开发者来控制这个TELO无人机 像我这边用的就是这个叫DJI TELO PI的这个一个Python的库 那么它也是一位编程开发的人员把它共享到了Github上 当然除了这个DJI TELO PI以外呢 还有其他的库 相对于它原生的那个SDK来讲呢 就是我们直接用它现成这个封装好的库呢 Python的这个Lib呢 就用起来非常的更加方便 比如说 我们可以通过PIP来直接安装 直接把它安装 安装完了以后呢 我们在Python的这个IDE里面呢 直接比如说 直接从这个它的这个DJI TELO PI里面 import的这个TELO 然后我们就可以新建这个TELO的实力 然后呢去通过它的connect方法来建立连接 然后通过takeoff来让这个无人机起飞 然后通过TELO.moveLeft就可以让它向左移动 好像下面这个rotate counterclockwise呢 就是可以让它逆时针转动90度 包括后面move forward 让它向前移动100厘米 包括像TELO.land 就可以让TELO直接降落 这是控制它的运动 那么这里的话呢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OpenCV 就在Python OpenCV的库的帮助下 通过我们刚才的DJI TELO PI 与TELO无人机建立连接 建立连接以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它的StreamOn这个方法 去打开我们无人机的回传的视频流 然后通过它的get frame read的方法 去读取它回传的这个视频帧 好视频帧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CV的I'm right 这个方法把这个获取到的帧保存到本地 那么当然这里只是一个相当于做了一个拍照一样的动作 这是视频流的处理 那后面的话呢 就除了这个运动控制和视频流的获取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键盘 就我们的普通的键盘来控制它的运动 控制它的运动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键盘W来让它向前运行 向前移动30厘米 通过S这个按键 让它向后移动30厘米等等 下面这一些键盘都是可以来控制无人机的运动 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借助 目前已经封装好的这个Python库来对 TEL的无人机进行运动的控制 视频的回传的这个针的处理 以及通过键盘的按钮来这个具体的控制无人机的运动 等等 这些方法 那么相对来说这个控制起来呢 比较直接 我们当然它已经屏蔽掉了底层 比如说它其实是起飞的话 也要给它发通过UDP 给它发一个起飞的命令 也是一个takeoff 一个字符串 那么其实就是说我们如果说通过这个DJI TELO Pi的话 这个库的话呢 就是更加简化了我们这个无人机的开发 应用的开发 可以使得用户在不了解无人机底层运动控制的情况下 来快速的开发这个无人机的应用 好 那么下面我来看一下 无人机在应用过程当中 我们Asia的云服务如何来集成 那么这里的话呢 我们来讲三个 我们这里案例里面是讲了三个Asia的服务 一个是物联网的中心 就是Asia的IoT Hub 那么它主要是用于发送 就是我们通过B原设备 发送Device to Cloud的消息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我们PC或者树莓派 与TELO无人机建立以后 建立连接以后 把TELO无人机的这个状态参数 或者传感器参数实时的发送到云端 然后呢 用户的云端的这个应用呢 也可以发送云端到中端的消息 也就是说叫Cloud to Devices的这个消息 或者说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Direct Method这个方法 就相当于我们在云端直接调用一个方法来控制 我们的边缘计算的节点 中端节点 然后呢 使得它来控制我们的无人机 然后呢 Asia Storage里面呢 我们可以把刚才发送的这些消息 在Asia云端来建立一个数据表 把这些传感器的数据放到这些数据表里面 也可以呢 我们在控制的过程当中呢 无人机控制过程当中呢 通过按键来控制无人机 截取图片 然后发送图片到云端 或者说截取视频 把视频发送到云端 也就是说发送到这个Bob Storage里面 那么目前来讲呢 就是人工智能的应用比较多 我们一方面 其实在可以直接在OpenCV的框架下 来做一些人链的识别啊等等 挺多的 当然另外一方面呢 像树莓派这一些设备啊 它其实本身的处理能力比较弱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Asia的认知服务 把我们这个捕获到的无人机的图片 实时的发送到这个Computer Vision呢 或者说Custom Vision等等 这些认知服务上面 来获取就是对于这个图片的理解 然后呢 把这个获取的结果呢 返回过来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终端节点呢 可以把这个数据呢 显示在本地的界面上 来完成对目标的检测 或者是完成这个目标的分类 等等这一些任务 这个就是我们的云服务的集成 那么下面呢 我们具体来讲一讲 如何来对这些把这些Asia的云服务 集成到我们无人机的python应用里面 那么其实这些这一系列的这个内容呢 我都已经写了差不多有八篇的这个文档吧 都已经写好了一部一部的这种步骤式的这种交互的一个文本 发在了Technet Wiki上面 大家可以去有 如果正好在做 在做Telio无人机这个应用的话呢 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呢 是一个 发送的谣测数据到Azio IoT Hub 那么这个发送谣测数据的话呢 这里其实是一个 下面呢 其实是一个树莓派的一个 运行的一个截屏 就是一个录屏 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应用程序运行起来以后呢 我们的程序会每隔五秒钟 把这个设备的传感器的信息 发送到Azio的IoT Hub上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Azio的Portal上 通过这个CLI来获取这个 它的上传到IoT Hub的这些传感器的数据都能看到 对吧 包括它的这个三轴加速度的值 包括它的这个高度 温度 还有那个TOF等等这些参数 都能够在我们这个IoT Hub里面都可以获取到 那么对于这一部分的话呢 具体的操作的过程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 这里就是我们你可以参考的这个文档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那个PyChain里面 把对应的库安装好 安装好以后呢 创建IoT Hub 注册一个设备 然后呢 我们获得到了这个设备的这个接入的Zotron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用到我们的Python代码里面 首先呢 把这个对应的库引进来 以及把AzioIoT Device的这些库引进来 然后我们可以定一个发送这个Telo 要传数据的一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里面呢 我们每隔五秒钟 对于获取我们的这个Telo无人机的状态数据 然后呢 把它通过Device Client的Send Message这个方法 把获取到这个数据传到IoT Hub上面 那么每函数里面呢 就是首先通过我们刚才获取到的连接字符串 去创建一个设备的客户端 然后呢 就是在循环里面呢 就是不停的发送我们的这个设备的状态的数据 每个五秒钟发一次 这个就是第一个内容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呢 是刚才是数据上行的场景 那么第二个呢 是一个数据下行的场景 也就是说我们从云端 来发送消息远程的控制无人机 那么这个的话呢 我们可以具体来看一个这里 就是说在这篇文章里面如何 我们来通过Asia的Cloud to Device Message 来控制我们的Telo无人机 远程的控制 那么主要的原理呢 其实也就是我们在Asia段 发通过IoT Hub来发送数据给我们的边缘设备 边缘设备再通过这个Telo的SDK 来控制Telo的运动 那么这里呢 首先也是引用这个A9LT Device的这个库 然后呢 同样也要引入这个DJI Telo PI的这个库 那这里的话呢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首先啊 要初始化这个按钮的模块 就是我们要能够接受用户的输入 然后呢 再去连接无人机 无人机连好以后呢 这里定义了一个获取按钮输入的一个函数 那么当然这里的话呢 是我们本地控制的 就是说本地通过按键来控制的 这里呢 还定义了一个Asia的消息接受处理的一个函数 那么这里的话呢 我们是通过Cloud to Device Message的Data 比如说我们说到了Left 说到了Right 那么就会对应的设置它的Left Right的残量 或者说向前和向后呢 我们就会设置它的这个 Forward和Back的这个控制残量 好等等 那这些处理判断完以后呢 我们会通过密点 send rc control这个方法 把我们的这个控制残量发给无人机 让它去做相应的动作 然后在组函数里面呢 是去一样的通过连接字符串 建立我们的设备客户端 然后呢 对于这个消息呢 接收呢 定义一个消息接收的一个处理 来不停的循环的来处理这个 Cloud to Device的这个数据 然后来控制无人机的这个运动 这个是第二个部分 就是发送Cloud to Device的Message 来控制无人机的运动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还可以通过 Asia的IoT Hub上有一个Direct Methods 就是我可以在云端 发送一个方法调用 来远程的配置无人机的一些参数 配置它的一些参数 那么具体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里具体的代码呢 可以看一下这里 就是说 这里也是创建一个客户端 创建客户端里面呢 定义了一个 Message Request Handle 就是云端 发送一个Direct Methods 过来以后呢 我们在设备端呢 需要有一个方法的处理的一个 处理的函数 那么这里的话呢 我们要去判断它的这个方法的名字 如果名字对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的参数提取进来 Payload提取进来 作为 我们这里呢 具体的是一个 传感器的发送时间间隔的一个设置 就是说用户通过这个Direct Methods 传入一个SetTermal Interval 这个参数 然后后面呢 我们会把对应的参数 作为它的一个 传感器的数据采集的时间间隔 这个消息接收到以后呢 我们会回复一个Response 回复一个对应的Response 说明我们这个消息已经收到了 那么后面的话呢 就还定了一个跟前面第一个实验一样的 就是我们要把Teler的无人机的传感器数据 发送到IoT Hub上面 这里是通过这个Interval来控制的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在接收的方法里面 消息处理里面 改变的其实是这个 Interval的这个全局的这个变量 从而来控制它的采集数据的时间间隔 好这个是这个 那么 我们其实我之前也 其实也录了一些 简短的一些视频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连接的树莓派 通过VNC连接的树莓派的这个 屏幕 然后呢 我们这里是启动了这个 Python的代码的调试 那么这里呢 它会每隔5秒钟发送传感器的数据 然后我们在Azio的Portal端呢 来发送一个指令 就是说去远程调用一个 SetTelamaryInterval的一个函数方法 然后呢 它这边收到以后呢 它的这个就是传感器发送的时间间隔呢 从原来的5秒钟调整到了2秒钟 所以说呢 它是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来进行远程的配置它的一些参数 好下面我们来继续看后面的内容 后面的实例4呢 我们是可以把 Telamary Interval Telamary Interval 它的回传的视频由中来去提取它的每一帧的图片 然后发送到Azio的Bob Storage里面 那么这个 例子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啊 当然你首先需要创建一个AzioBob Storage的一个 Azio Storage的一个账户啊 好那么 然后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Azio Storage的账户去创建 Bob的一个块等等 然后你就可以在我们的终端上传图片啊 视频啊到这个StorageBob里面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要安装一个就是在前面 要安装一个Azio StorageBob的一个Python的库 然后呢 在代码里面把它引进来 那这个主要的代码里面呢 还是包含了一些 刚才你的这个Storage Azio Storage的一个连接的字符串 然后有一个你的对应的那个Bob Storage 有一个container的一个名字 和一个你要上传的这个图片的名字 然后这里的话呢 同样是一个控制无人机的一个 获取键盘的这么一个参数 那么如果这里接收到了键盘的输入以后呢 我们会对前后左右上下 这些参数来进行设置 设置完以后来再去控制 然后如果用户按了Z以后啊 就是这里我们是用了一个 就是用户如果按了 从按钮输入了Z以后呢 我们会去通过OpenCV的方法 把当前捕捉到的这个图像 保存到本地 然后呢 同时呢 通过Bob Client的这个 从这个方法去建立连接 然后去设置我们这个上传的内容是 图片的JPEG图片类型 然后通过Bob的UploadBob这个方法 把我们刚才的图片上传到运端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他的一个运行的过程 好我们刚才是一个 send image 对这个 那么这里呢也是一个远程连接 通过VNC连接树莓派的一个截屏 那么这里程序运行起来以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回传的画面 这里是实时显示的 回传的每一帧的画面 我们在上面叠加了树莓派的状态 而不是那个tello的状态的数据 实时的状态数据 然后用户NZ以后呢 会把这个图片上传到这个 Azure的Bob Storage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 Azure的Storage Explorer这个工具 去我们对应的Bob Container里面 去找到我们上传的这个图片 同时呢可以下载到设备上来进行查看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无人机捕捉到的这个图片 当然我这里是放在桌子上 没有让无人机飞起来 这个是无人机捕捉图片 发送到Azure云端的这么一个实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实例5 实例5的话呢是发送通过无人机 它的这个就是把它的这个视频 那截取下来发送到AzureBob Storage里面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应用场景 那么我们可以来看看这里 我在文章里面已经归纳好了 这里的话呢就是说跟前面 发送图片不同的地方 就在于 这里 就在于我们需要 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视频先录制下来 录制下来以后呢 再把这个视频传到这个Bob Storage里面 那么前面这一块控制的内容都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我们这里需要有一个CV2的这个 对于对应于这个视频录制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是设置了它的路径还有名字 还有它的这个FPS和它的分辨率 当同样当用户NZ的以后呢 我们先会把这个当前的录制停掉 停掉以后呢 会把我们录制好的这个MP4文件上传到这个云端 上传到云端 那么这个就是整个过程 当然前面的这个按钮 通过按钮来用户按钮来控制的这个部分 还是一样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发送视频的这么一个例子 那是send video 对这个 这里也是我们通过数美派的WiFi 连接到无人机以后 把程序运行起来 运行起来以后呢 这里是我们它回传的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这里做了一个FPS FPS呢 在树莓派上面呢 大概就是十几的样子 就每秒钟能够处理十几个帧 好 然后它我们按了Z以后呢 它会把这个 我们捕捉的这个MP4视频文件 传到我们Azure 刚才那个Bob Container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 通过Azure Storage Explorer 这个工具去查看 下载这个MP4文件 然后来进行播放 这是它下载下来的这个视频 对吧 这个是刚才的这个对于视频的这个播放 好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实例6 实例6的话呢 是获取Azure Computer Vision这个服务 Computer Vision这个服务呢 就是Azure的认知服务里面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它是用于对于我们这个 上传的图片来获取计算机 对于这个图片的理解 那当然这个理解呢 它有非常多的内容啊 那比如说它可以描述你这幅图片 然后识别你这幅图片中的人 它的 人脸啊等等 这些都可以识别出来 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具体的实现 具体实现的话呢 它 嗯 对就是这里我们需要安装这个 嗯 Azure Cognitive Service Vision Compute Vision 这个 Python的包 嗯 然后呢在代码里面呢 是需要 把这个包引进来 引进来 那么当然我们是需要去 去在Azure portal上去创建 Compute Vision的这个服务 这样以后呢 我们就会得到你的 Subscription Key和Endpoint 而获得到以后呢 你把它填进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个 Python的库来进行 申请这个Compute Vision的这个服务了 在这里申请的时候呢 我们同样是在用户按了字母Z以后呢 把我们获取到的图片呢 通过这个Compute Vision的 TagImage Instream这个方法 把本地保存的这个图片呢 发送到云端 好 然后呢去获取它的 返回返回的JSON数据 然后去查看它的里面 这些Tags 是否为零 如果为零的话 就说明它没有检测到任何的对象 而不然的话呢 我们就会去 查询它的这个Tags 并且把这个Tags显示出来 同时呢 还可以通过这个 Image Features 设置为Faces 就去 通过Compute Vision的这个 Analyze Image InStream这个方法 去分析我们这个图片中包含的人脸 然后把这个 我们会把这个人脸 给它在图片中标记 出来 这么就是一个Compute Vision的这个 一个服务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运行的情况 好 这里之前 录制了一个视频 通常我们先通过无线连上无论机 然后把程序运行起来 然后把程序运行起来 运行起来以后呢 这个PiGameWindows呢 是用于接受用户的键盘输入的 然后呢 这个Image 这个是我们通过OpenCV来 实时的显示 是回传的真 无论机回传的真图片 然后呢 我按了Z以后呢 这边是它显示的Azure的一个返回的结果 那么我就是直接显示在这个调试界面上了 这个就是计算机的一个视觉的一个服务 当然如果你需要有一个用户自定义的服务 那么你可以创建Custom Vision 就是用户自定义的一个视觉 自定义视觉呢 它跟计算机视觉的主要的区别就在于 我可以上传自己的图片 然后呢 对于你感兴趣的对象来进行标记 然后让它训练 训练完以后会有个模型 然后你可以在终端通过Restful API 或者说通过刚才我们用的Python的Client的API 来直接去与这个认知服务进行交互 获取它的这个预测 或者说呢也可以通过导出的模型 下载到这个IoT Edge本地 在本地来运行这个Custom Vision服务 那么这样的话呢 有助于提高它的运行的这个效率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就是Custom Custom Vision Service 我们需要去通过Python 来安装这个对应的Custom Vision Service的一个一个库 然后呢 你同样还需要去到Azure的Custom Vision上去创建这个服务 然后你去CustomVision.ai那个网站上去上传你的图片 去标记你需要识别的对象 然后进行训练 训练完以后呢 你就可以来使用了 那么我们这里呢是需要 如果您用Python这个语言的话呢 我们需要安装AzureCognitive Service Vision CustomVision这个对应的包 然后使用的时候呢 可以把对应的这个包引入进来 引入进来以后呢 同样前面这些我就不讲了 那么这里主要就是 如果你训练完了一个模型以后呢 会得到一个对应的 就是预测的一个key 还有就是你的这个CustomVision的Service的Endpoint 以及你的这个ProjectID 和你的迭代的名字 然后把这些对应的内容填上 就可以访问这个CustomVision服务了 好 那么我们这里呢 就是对于这个返回的结果呢 做一个取舍 只有它 我这里是设了一个自信度的一个门线 在60%以上 才会去把对应的标记 给它标记出来 同时保存到这个本地 通过OpenCV的这个方法把它框出来 然后保存到本地 然后显示出来 同时呢 通过BobStorage的API 把它上传到BobStorage上面 这个是CustomVision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运行的这个结果 好这个也是树莓派的一个平台的运行情况 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 我们树莓派64位的系统上面 它其实运行起来 相对来说 虽然只有 它的它的这个 叫什么 响应速度还是 还可以忍受 可以这么说吧 那么我在这个模型里面是做了一个 嗯 口罩和人脸的一个识别 刚才呢 就是它这个识别出来 以后呢 出了一个Mask94% 对吧 这个是一个 口罩和人脸的一个自定义的一个视觉的识别 嗯 嗯 好 那么 讲完这这些服务以后呢 其实今天我还看了 就是注意到 嗯 ChatGPT出来以后呢 微软有一个叫 有一个部门 就是 嗯 嗯 Robotics部门 机器人的一个部门 它 嗯 对于这个机器人的控制呢 也 把那个ChatGPT给融入进去了 就是说 他刚刚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 Design Principles and Model Abilities 他做了一个 整体的一个 对于ChatGPT 对于我们这个机器人 人机交互方面的一个设计的原则 和一个建模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演示 那么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趣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 运行的一个情况 哦 对 这个 这个是他们自己拍的一个视频 就是ChatGPT来和无人机来进行一个 就是我们人类就是不需要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编程的背景 而是通过在ChatGPT跟它对话 让ChatGPT来输出对应的一个 控制无人机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这个 这个Python的语言 大家看这个就是他要找一杯Coconut water 然后让跟ChatGPT说 然后ChatGPT呢 会根据我们事先输入好的这个坐标 还有一些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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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寻找 这个CenternoView呢 就是用户手机拍的一个视角 这个First PersonView的话呢 是一个无人机的一个视角 所以说大家会看 就是说他会 无人机会根据一定的规则去寻找 然后我们又跟这个无人机说 我想要一个可乐 然后呢他就会去找可乐去 就通过那个ChatGPT 去返回的这个内容去那个路径去规划去寻找 他找到了这个可乐 然后呢他说我想找一个这个有反射的一个表面的一个镜子 那么ChatGPT他就说你可以使用镜子 然后他就去找了 这个应用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那么其实这个也是后面应该是一个无人机控制 包括像其他的一些机器人控制的一个发展方向 关于这个项目的话呢 微软已经他们这个小组已经把所有的这一些代码 还有设计的这些框架都已经开源在了Dithub上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去下载试一下 那么刚才其实这个就是他ChatGPT对于整体的一个就是Python代码的输出 以及他对于这个整个流程的一个解释 所以他其实就是非常的做得非常的 在规划方面就已经非常好了 这个是 微软这个 robotics 这个 部门给了一个 例子 然后呢 我这边还做了一个就是全平台的实验 就是树莓派上做了 PC上做了 还有一个 Jetson Nano上 也测试了一下 这边我是通过VNC来连接的Jetson Nano 这边 然后这个 这边的视频呢 是一个 我放就是通过摄像头 来拍摄的一个无人机的一个视频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曾经运行起来以后呢 这边是一个通过 OpenCV 去展现的一个无人机的图像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在Jetson Nano上呢 他的这个OpenCV的处理能力呢 比树莓派要强一些 那么这里无人机 我控制通过 按键控制无人机 起飞以后呢 让他来捕捉这个图像 然后我这里用的就是那个Custom Vision的那个模型 按了Z以后呢 他会拍照 然后把这边识别的结果显示出来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运行的情况 那么这里呢 其实我们也用到了Jetson Nano上的GPU 好 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讲的内容呢 就是以上这些啊 主要其实 就是跟大家聊了聊我们 无人机的一些应用 我们可以 简单的通过几行的Python语言 来控制无人机的运动 同时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在这个Python应用程序里面 把Azure的这个服务集成进去 你可以去 呃 传送无人机的状态的传感器的数据到云端 然后同时呢 可以把无人机的图片啊 视频啊 传到云端 或者说呢 把图片啊 视频啊 放通过和我们Azure的云服务的交互 来获取对于这些图片的理解 呃 当然我后面也给大家讲了一下 我们这个ChatGPT 对于这个 呃 全新的 呃 就是微软团队 对于我们这个 呃 ChatGPT 和无人机的一个对话 呃 对于创建了一个 呃 人机对话的一个新的一个应用场景 呃 应用和 和应用案例 好 那么 这就是我今天 演讲的内容 呃 那个非常高兴啊 就是施老师刚才演示了一个蛮酷炫的一个内容 那么其实呃 特别像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折腾这些东西 像这个无人机啊 树莓派啊 然后如果说大家之前有用过Azure的一些服务 比如说像跟物联网的相关的一些服务的话 其实今天就是能够看到说它的不同的服务之间组合起来 就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样一些解决方案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线上和线下就是我们现场的这个呃 听众和这个朋友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呃 呃 就在呃 就是呃 小的这种赛车就是 呃Amazon之前搞过一个叫Race的这样一个 也是 就是自动自动驾驶的这种场景里面 就是呃 因为我了解到在那种场景里面所谓的边缘设备是跟这个它的物理的这个车是绑在一起的 就这个是呃就边缘设备的就是在这个场景当中一个应用 但是我刚才看您的例子当中 这个边缘设备好像就不是绑在那个机器上的 就是比如说在PC附近去操作 那呃 是不是有这种方案就是说我是绑在机器上的 然后这个供电都是在机器上 或者推理都在这个机器上 那实现一个呃 呃 怎么更快的一个呃 呃 响应吧 嗯 对的呃 这位朋友刚才这个提的问题呃 挺好的就是我们其实在现在在就刚才您说的那个在呃 比赛当中也好 还有我们其实呃学生的竞赛里面啊就是也经常会用到这种场景 就是需要把这个边缘设备就像我刚才讲的树莓派啊 啊还有杰德森兰德尔这些设备 嗯 和我们的这个赛车 还有这个无人机绑定在一起啊 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在呃 就是实时的来处理这个股像数据啊 还有环境感知的这些数据啊就是呃 能够跟设备更好的融合在一起啊 但是我我这边的这个例子呢就是呃 没有就是没有把这个无人机和这个 加德森兰德或者树莓派啊给他组合起来啊 呃因为这个考虑到什么呢就是 泰洛这个无人机呢 那他本身呢就能力比较有限 他本身只有13呃可能1000毫安时的一个一个电池 然后呢他的本身自重也只有80克 然后续航也比较短 所以我当时就是就是拿这个做一个demo 那如果说要嗯 像您刚才说的要完成那个场景的应用的话 我们是需要呃更加强大的这种就是有呃功率更大的那种 电机的这种呃平台来支撑啊 然后呢同时呢还需要有这个一系列的外围的设备 包括电池啊供电能力要更强啊 啊这一些给他呃加上去啊才能够实现 嗯 其实目前来说呢选择还是蛮多的 那可能不同的场景里面你可以选择在 比如说呃这个车辆或者是无人机上面 也可以选择跟他相连的所谓的边缘设备上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取决于说一些一个约束条件 就像这个这个施老师刚才说的 因为无人机它本身比较轻量级 然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能够去做一些推断的 就是算力的这样的设备 它有的电流还是比较大的 那如果说我直接放到无人机上的话呢 就有可能说它的这个供电 包括它的这个重量可能会受到一些约束 所以在呃施老师刚才给我们看这个例子里面呢 它把它的这个图像呃 人工智能的识别这样的一些这个处理呢 放到了边缘设备上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本身是辆车子 那么可能它不用考虑到旋停时间 不用考虑到说我的这个一些重量的约束 那当然我们可以把它放到这个车辆本身 那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工智能 所谓的LG的这样一个驾驶辅助 其实就是完全可以用车辆上 它自带的这个GPU或者TPU 来完成我们相应的这样一些能力 对这个选择其实是蛮蛮多的 然后看距离情况 对对对 谢谢啊 谢谢 那其他的同学有有问题吗 我说有一位朋友问这个施老师 就是刚才那个场景里面 它的那个无人机的续航怎么计算 哦 关于续航的话 Telo这个无人机 它就是本身就是提供的这个SDK里面 它没有关于这个就是续航的时间 就剩余的时间的这个API接口 那么它给出的呢 就是一些这个能够获取的数据 就像是包括它本身的 比如说是这个加速度传感器 还有这种就是本身的陀螺仪的这些数据 还有像关于这个电量的话 它有一个剩余的电量的百分比的一个接口 我们可以通过那个get battery这个方法去获取它 而获取它以后呢 就是说因为它本身这个无人机的续航时间 它给的官方给的这个时间也只是一个 就是说在理想情况下的一个时间 那如果说你比如说你操作它 让它进行横向的翻滚呢 还有这个这个很多复杂的动作做起来的话 那么它的功耗包括像弹跳 它还有弹跳的功能 那这些动作做上去的话 它本身这个就是功耗又会上去 不是这个标称的时间 所以说呢它的电量也会根据你实时的使用情况 而产生变化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可以 就是我们可以在编程的时候 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get battery这个方法 然后去实时的获取当前剩余的电量 以及我们当前使用的情况 然后去动态的来计算 这个当然可能要自己去实现了 可能它没有官方没有这个接口 让我们可以去调用 那可能是需要我们开发者自己去 通过实际的这个情况 然后自己编程去实现 不知道我这样的回答 能不能这个回答到 刚才这些同学的疑问 谢谢施老师 其实我之前自己也飞无人机 然后它有那个自己的遥控器完 然后遥控器上也会显示预估的声音时间 那我当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是它的非控的软件 自己会去算当前的电池的 比如说电压 然后算当前的这个电流 然后去计算说 我以当前的这样一个电流 还可以支持多长时间 因为确实像施老师前面说的 比如说我的无人机 要遇到逆风的话 它的这个耗电就很快 那如果遇到顺风的话 可能它就会比较省电 所以这个确实是可能是 需要我们去考虑一些情况去做计算的 那么以刚才说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demo的 这个来说呢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通过 剩余电池百分比 然后和时间的一个相对的关系 我们可以算一下这个大致的一个斜率 大概去判断说我当前的电量 还可以支持多长时间 一般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模式